韩国舞台剧界中的偶像 让人产生保护欲的小可爱 克服阴影走过来的演员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九卧王子金轩虎 1986年5月8日出生于首尔 名字是去给人取的 但本来是虎轩 因为太女性化 所以父母亲把顺序对调 就成了轩虎 小学时家中被强盗闯入 并拿到伤害她妈妈 她躲在床边目睹了一切 也因此造成心理创伤 之后只要看到有人站在她后面 她就会感到不安 青少年时 老师要她起立念课文的时候 她也会感到呼吸困难 而在考试时 老师来回走动 如果感觉到老师在她后方停下来 她也会感到害怕 头皮发麻的程度 因为这样 所以她的性格也比较内向怕生 而妈妈如果在路上 看到白T配牛仔裤的人 就会说看到强盗 但金轩虎说 他们现在都已经走出阴影了 高三时 她跟朋友一起去戏剧学院 结束演戏后 她渐渐地自行克服了过去的阴影 性格也变得比较开朗 虽然之后朋友放弃了演戏 但金轩虎却对演戏着迷 并且努力考进了首尔艺术大学广播演艺系 2009年 她以舞台剧《New Bwing Bwing》 作为舞台剧演员出道 她持续地在舞台剧上发光发热 并被封为大学路偶像小有名气 2017年时 电视剧《金科长》 原本导演的朋友 推荐了五位演员给她 而金轩虎就是其中一位 他们试镜了超过四次以上 最后导演说 本来以为会像舞台剧那样夸张的演出 但是没想到还蛮自然的 因此她就被选进了《金科长》 并被分配到适合她形象的角色 而这部剧也获得了不错的收视率 虽然只是饰演配角 但是金轩虎的演出 让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剧中和林华映的爱情线 也十分受到观众的喜爱 之后她开始不间断地 持续出演电视剧 在最强送餐员中 她饰演放荡不羁 不成熟的富二代吴珍贵 剧中虽然是富二代 但刚开始都被其他角色无视 是个激起观众的保护欲 具有可爱魅力的角色 剧中跟高元希的对手戏 也总是让观众期待 他们摩擦出的火花 她将角色演活 剧中的角色成长 也让人感觉 就像实际真的有这个人物 同年在电视剧 《我的神鬼搭档》 里面饰演天才 炸气师孔秀昌 因为意外导致住院昏迷不醒 但却灵魂出窍 只有朝政士被听到她的声音 最终将炸气饭 演得活灵活现 她也凭此剧 获得了2017年 MBC演技大赏男子新人奖 和月火最优秀演技奖 2018年 她在只有四集的短剧 《疯了因为你》中 首次担任男主角 讲述与认识八年的朋友 发生一夜情后 陷入苦恼中的 没名气的画家 改变关系后 在爱情与友情之间 摇摆不定的故事 许多观众都表示 蔡司机好可惜 真的很有趣等等 而透过这部作品 也让人看到金轩虎 也很适合 饰演爱情小品类型的戏剧 之后出演TVN电视剧 《百日的狼军》 剧中饰演拥有 朝鲜最厉害的头脑 郑宅运 这部剧也出现了 许多配角病患者 金轩虎也被称作是 配角病的诱发者 当时剧组跟10观众 试下公约 如果收视超过10%的话 演员们就会跳XO的咆哮 而手脚不协调的金轩虎 动作又慢半拍 因此诞生了 《制片人》的绰号 而这部剧的表现 也让他下一部作品 有机会当上男主角 2019年 他首次饰演 长篇剧的男主角 在《加油把威积积2》 里面饰演歌手志愿生 而且性格难以相处的 车与职 虽然收视率不是太好 但是还是受到 第一季粉丝的喜爱 之后再抓住幽灵 也饰演男主角 搭档温静音 以地铁警察为背景 讲述行动派新人 和思考派老手 之间的无厘头 罗曼史故事 虽然也不是太红 但是剧中的演技 受到许多观众的赞赏 从大学路偶像 到电视剧演员 金轩虎又拓展了新版图 《综艺》 2019年底 他加入了《综艺》 两天一夜 第四季成为固定成员 而在这之前 他唯一出演过的综艺节目 就是宣传抓住幽灵时尚的 惊人的星期六 首次加入《综艺》 成为固定成员 就是实境节目 两天一夜的制作组表示 金轩虎是为长相帅气 个性也好 并且有反转魅力的人 以傻瓜形象知名的金忠明表示 金轩虎就是自己以前的样子 因为一开始不太懂综艺 所以也闹了一些小插曲 因此也被制作组取了一个综艺 叫做综艺小白 节目中他展现出 与年龄不相符的可爱 获得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人气也扶摇直上 最近在电视剧《Startup!我的新创时代》中 饰演风险投资公司的首席组长韩志平 出生于育幼院 跟秀智的奶奶有一段姻缘 为了报恩 所以她很帮忙秀智 这部剧会再次成为配脚病的诱发者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30多岁才从电视圈出道的实力派演员 未来期待可以演出更多的作品 也希望她能够参演更多综艺 散发不同的魅力 以上就是这集 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介绍给大家的 《魅力无法挡》的金轩虎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妞